假如你遇到一袋子黄金,你会怎么办呢? 此人的选择,引发了一段天降三千万钱的故事。 客观不要急,故事得从头讲起。 唐玄宗天宝年间,有一个性欲的男人,因为心肠好,喜欢帮人,因此人送外好欲好心。 这一天,他赶着牛车到集市上卖柴河。 柴河卖完后,欲好心回家,刚出街口,忽然内急,恰好路边有一棵大槐树,他便到大槐树下方便。 方便完,欲好心无意中眼角一瞥,发现旁边有一个搭连,捡起来一看,里面装着四个金元宝,每一个约莫五十两。 这可是一笔俱财,普通人家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钱的。 如今打造成金元宝,一定是要出远门,有急用。 欲好心这么一想,就把搭连藏了起来,坐在路边等着施主。 可是,来来往往的行人很多,没有一个脸线焦急之色的人,也没有寻找东西的人。 就这样,等了三个多时辰,眼看天色不早了,欲好心耐不住性子了。 拿起搭连翻看,找一找有没有什么标记,却在家层里发现了一封书信,于是展开看了起来。 原来,这是一封家书,这一家的儿子在周城里做生意,因为与人争执,卷入一场官司里。 官府将他打入大牢里,限期拿出一笔钱财,否则就判处充军。 儿子手头上还缺少一部分钱,因此托人送信,叮嘱父母筹集两千两银子送到周城。 书信的封皮上有地址,还有姓名,收信人姓骨。 欲好心便想,这一家人遇到难处,急需钱救人,要是丢了钱,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子了,干脆,好事做到底,把钱送去。 欲好心赶着牛车,一路问询,来到了村外的小河边。 就在这时,他看见不远处,一个老汉抱着一块石头跳进了河水。 欲好心按叫一声不好,这是在寻短剑哪,不行,我得救人。 说时迟那时快,欲好心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,几个剑步冲到落水处,一个猛子扎进水里。 不一会儿,他拖着老汉上了岸,给老汉控水。 很快,老汉醒了过来,却哭着埋怨,欲好心不该救他。 欲好心被气笑了,没好气地说,如此说来,我就你反倒不该了。 老汉瞪眼说,正是,我死了,一了百了,活着让我怎么办呢? 欲好心好言劝说,老叔,人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,你说说看,遇到了什么难事? 看看我帮不帮得上忙。 老汉便讲了起来。 原来,他接到儿子的书信,要两千两银子就急,便把鸡鸭猪牛全卖了。 一百多亩田和一片山也抵押了,加上积蓄,又找亲朋好友借了一部分,好不容易凑齐了两千罐钱。 因为携带不方便,今天一大早,他雇来一辆牛车,拖着钱到小镇上的钱庄里,兑换成四个金元宝,打算明天送到周城去。 哪知道回到家里,才发现搭连不见了,老两口都嚎啕大哭起来。 他一时想不开,便抱着石头跳河了。 欲好心询问老汉姓啥? 老汉说姓故。 欲好心又细细地盘问,细节都对得上,便哈哈大笑着说,老叔,我是给你送金元宝来的。 他把详情一说,姓故的老汉拍着脑门说, 哎呀,我在老槐树下方便了一下,因为担心搭连里的金元宝,我把它放在大槐树下旁边了。 如此看来,一定是我方便完,忘掉了搭连。 哎,人老了,记性不好,丢三忘四的,多亏了你啊,不然的话,我一家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姓故的老汉拉着欲好心,一定要去他家里,他要好好地款待恩人。 进到院子里,姓故的老汉大声呼喊老伴,却不见回应。 他来到卧室查看,吓得怪叫一声,只见老伴掉在屋梁上。 欲好心听见叫声不对,冲进去一看,也吓了一跳,赶紧搬来凳子,将老妇救了下来。 姓故的老汉不住地按摩老伴的胸口,不一会儿,老伴悠悠行转。 原来,他也想不开,上吊自尽了。 得知金元宝失而复得,老妇挖地大哭了起来。 欲好心安慰了老两口一番,也不要感谢的礼品,也不吃晚饭了,赶着牛车回到家里。 他的家人听说后,都夸赞他,做得对。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三年。 这一天,欲好心的老父亲生病了,行医的三叔说是年轻时劳累过度,需要好药材充补。 到了晚上,欲好心和老婆嘀咕起来,他家原本就没有积蓄,都是有一个用一个。 如今,儿子快要成亲了,正在筹钱,赶巧老父亲生病了,哪里有钱买好药材呢? 两人哀声叹气了一番,忽然听见院子里传来稀里哗啦的响声,两人凑到窗前一看,禁不住眼睛发直,只见老天下起了浅雨,从天而降许多钱币。 全家人也不睡觉了,赶紧捡钱,一共捡了三千万枚,堆满了两间屋子。 家里一下子多了这么多钱,欲好心有点不知所措,也不知是货是福,便去找老道长询问。 老道长掐指一算,点点头说,你做了大善事,老天嘉奖你。 欲好心狐疑地说,我也只不过送还了四个金元宝而已,价值也才两千贯钱,可是,如今给了我三万贯钱,为何这么多呢? 老道长笑着说,你还了金元宝,算不上大善事,可是,你去得及时,连救了两命,这是了不得的大善事啊。 欲好心点点头回家去了,从此后,他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 不过,他一直坚持行善,活到了九十九岁,才寿终正寝。 唐朝天宝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兴持的木匠,首艺极佳,文明方圆百里。 据说,他原本不会木匠活,年轻时遇见了一位世外高人,传授给他记忆,他因此当上了木匠。 持木匠的老婆姓夏,生得貌美如花,方圆百里闻名。 见过的人都说,像是视天仙下凡,人间难得一见。 这一年,新来了一名姓普的县城,上任不久,妻子就得了疾病去世了。 这正是朝不可一日无君,加不可一日无期,普县城赶紧发动县里的几个媒婆,帮他物色妻子,他要续闲,条件只有一个,越漂亮越好。 媒婆们也很尽力,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,不是歪瓜裂枣,就是山叶村妇,没有一个能入县城的眼。 普县城气地把媒婆们召集到府中,站成一排,冲他们大吼,难道一个县里几十万人,就找不到一个漂亮的女子吗? 有一个满脸雀斑的大嘴媒婆不服气,在下面嘀咕道,漂亮的倒有不少,却都已经婚配了,可惜你没有赶上好时候。 普县城耳间,这话被他听到了,把雀斑大嘴媒婆叫到面前,让他说一说,漂亮的女子都花落谁家了。 媒婆扭动着肥胖的腰肢,娇笑着说,哎哟,县城大人,我只说一人,保证你听了直流口水,见了挪不动脚步。 普县城来了兴致,说道,你且说说看,此女子是谁。 媒婆就添油加醋地把相式的美貌讲了,说得天花乱坠枯木逢春。 普县城听了,心仰难耐,却不动声色,挥挥手让媒婆们都退下去了。 她独自沉思起来,想不到还会有美若天仙的女子,倒要去看一看,是否言过其实。 如果是真的,无论如何都要一亲方则,据为己有。 她不敢招摇,只好穿着便服,骑着罗马,独自往乡下而去,一路打听着到了池木匠的家里。 她敲着院门问道,池木匠在家吗? 门里响起女子的声音,我家男人出去了。 普县城说,小娘子开门,我有话说。 像是说,我家男人不在家,孤男寡女多有不便,有什么事你说吧,我转告我家男人。 普县城的目的就是想看一看像师的美貌,他不开门,怎么看得见呢? 普县城眼珠一转,假装跌倒,嘴里挨压连天的。 像是不知事迹,站在门里关心地问道,你怎么了? 普县城痛苦地说,脚下太滑,我摔倒了,站不起来。 小娘子,你搬来一条凳子,让我坐下来吸一些吧。 像是答应一声,打开门,搬出一条凳子。 普县城惊呆了,果然是国色天香,无与伦比。 自从像师出来后,他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像师的脸庞,嘴里不由自主地流出口水来, 他却浑然不觉,茫然不知。 像是咳嗽两声说,凳子放在这里,你且坐吧。 说吧,转身回去。 普县城忙说,小娘子别忙着走,我有话说。 像是停住脚步。 普县城干咳两声,笑咪咪地说道,声闻小娘子美如天仙, 如今得见,果然名不虚传,只可惜,落入了山野村夫的手里,甚是可惜。 像是板着脸说,你是长者,不要瞎胡说。 普县城上前一步说,我贵为县城,小娘子跟着我, 保你绫罗绸缎穿不尽,山珍海味吃不完。 像是恼怒地说,我是有夫之父,你不要有非分之想。 普县城又上前一步,说道,要是你家男人死了,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呢? 像是催了一口说,呸,看你人模人样的,心地却如此肮脏, 莫说我家男人好好的,就算他不在了,也轮不到你。 说完,像是要走,普县城上前两步,一把抓住他的手, 恨声说,我让你家男人活,他就活,想让他死,他就死。 你还是从了我吧,以免惹祸上身。 像是袖子一甩,摆脱了他的拉扯,跑进去关上院门。 普县城冷哼一声,心里说,你别敬酒不吃吃法酒, 就算你是僧猴子,也逃不脱如来佛的手掌心。 说完,回县城去了。 傍晚时分,持木匠回到家里,像是把普县城屋里的事情说了。 持木匠脸色凝重地说,此事还是小心为妙。 他拿着工具,到屋外忙活了一阵。 到了半夜里,忽然听见屋外传来惨叫声。 原来,普县城直使捕头,纠集了一帮无赖,晚上来抢抢相使了。 他们中了持木匠在周围设置的圈套,因此发出了惨叫声。 持木匠惊醒过来,盲对相使说,不好了,快跟着我。 他拉着相使来到了里间,打开了锁。 这个房间一直被持木匠锁着,像是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。 走进屋里,角落里堆着一堆物件,上面盖着麻布。 持木匠掀开麻布,露出一头木牛,一匹刘马。 这是他早年间制作的,藏在屋里,已被不时之需,如今派上用场了。 持木匠对相使说,我骑木牛,老婆,你骑刘马。 像是骑上流马,持木匠伸手在流马的腹内,打开了机关,也打开了木牛腹内的机关。 他跳上木牛,双腿一加,吆喝一声,木牛开始行走起来,流马也跟着前行。 此时,屋门被撞开,捕头高喊,持木匠,留下相使。 边喊边挥刀扑向持木匠。 持木匠一拍木牛的头,木牛腾空而起,冲破屋顶,流马跟在后面。 不一会儿,木牛流马消失在夜色里。 普县城接到报告,恨得牙痒痒,却也无可奈何。 持木匠带着相使,隐居在深山里,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 半夜里,厨房里传来挪动水钢盖的声音,以及若有若无的喝水声,打开门一看,厨房里空无一人,这是为何呢? 看完你会说,这个人可恨又可怜。 唐德宗时期,偏远的山区里,有一个姓卢明开树的财主,三个儿子都长大了,老大和老二定下了亲事,老大定在明年下半年完婚。 他家的老房子住不下,打算建造三套房子,每个儿子一套,老房子留着他和老伴以后养老。 一切准备就绪,选了一个吉日,开始动工。 工匠中有一个姓茅名东山的老木匠,和工匠们闲聊,感叹说,卢老财真有钱啊,同时建三座房子,我们这种小户人家,想也不敢想。 一个工匠说,不要羡慕人家有钱,他家祖祖辈辈都是财主,而且各顶各的精明,家业越来越大。 都说父,不过五代,我看是扯淡,他家传了七八代了,还不是越活越滋润。 毛东山在心里琢磨开了,卢开树家里如此有钱,何不找他借二十冠。 他早就想跟着表兄做生意,比干木匠强多了,只不过没有本钱,一直无法遂愿。 要是卢开树肯借,他奋斗几年,也可以盖新房子了。 过了几天,瞅了一个空,毛东山找到卢开树的家里,开口借钱。 卢开树正坐在帐房里,记账,听了毛东山的话,苦着脸说, 暗说你从来不开口,我不该拨你的面子。 可是,你看我建新房,把钱都用了,家里没有现钱。 这样吧,等个两三年,看看我手里有没有结余,到时候再说。 这就是卢开树的圆滑之处,不把话说绝,留个口子,不让毛东山难堪。 其实,这口子也是一个死的,真要过个两三年,再找他借,他另有说道,就是不会借钱。 毛东山甘笑两声,正要走,两个老仆进来了,把搭脸往桌子上一放,说道,老爷,就老爷借的五十罐钱,我们给背回来了,你请点一下。 卢开树的脸顿时拉了下来,横了两个老仆一眼,阿玛他们没有眼色,继而堆起笑脸对毛东山说,这些钱早就安排了用处,恕我不能借给你。 毛东山只好走了。 毛东山和其中一个老仆认识,过了几天,瞅了一个机会,拉着老仆询问,卢开树手头上真的没有钱吗? 老仆意味深长地说,你这话问的,河里的水会干,他家也不会没有钱。 毛东山点点头,心里记恨上了,打算让卢开树见识一下他的手段。 他的先祖曾经是毛山道士,后来还俗取七生子,以毛为姓,传下一本法术的书。 他的后代无人能看懂,便将书藏了起来。 不过,毛东山却能看懂,因此学了不少法术,决定在卢开树的家里做手脚。 这一天,趁着去卢开树家里拿东西,他借口喝水,溜进卢家厨房里,在炉灶下面插近一寸长的肩木。 卢开树的老婆马是瞌睡少,总会在半夜里醒来,他们的卧室和厨房只隔一堵墙。 这一天晚上,马是听见厨房里传来挪动水缸盖子的声音,似乎还听到喝水的声音,便推醒卢开树,他听了听,却什么也没有听到。 第二天晚上,马是又听见了,把卢开树推醒,说是厨房里进了人。 卢开树什么也听不见,索性起床出门,来到厨房的门前,发现厨房的门锁得好好的。 他打开厨房的门,却什么也没有。 后来,马是半夜里听见声音,也就不再作声了。 过了几天,家里人相继生病了,都是病奄奄的样子,却又说不上具体是哪里不舒服,感觉浑身都不舒服。 卢开树夫妻俩也是如此,晚上没法入睡。 这一天半夜里,卢开树也听见了厨房里传来挪动水缸盖子的声音。 以及似有若无的喝水声。 他一心顿起,第二天早上,换来老仆,去把勒杰高僧请来。 卢家每一年都要供奉给寺庙一大笔香火钱。 勒杰高僧自然不敢怠慢,当即来到卢家,房前屋后颂念着经咒。 到了厨房门前,勒杰高僧说,难怪宅子不安宁。 这里被人施了法术,里面有一个小鬼。 原来,毛东山在尖墓上镇住了一个小鬼。 小鬼受不住灶堂里的炉火炙烤,夜深人静时,便出来偷水喝。 邪气便通过水瓢进入水里。 卢家人便都被邪气入侵。 在勒杰高僧的指点下,卢开树挖出尖墓,淋上狗血,扔进灶堂里烧了。 卢开树询问是谁使坏。 勒杰高僧说,此事你别管了,我自会处理。 他竟直来到毛东山的家里,斥责道,借你钱是情分,不借你钱是本分。 卢开树不借钱给你,也不算罪过,你却用法树害人,齐心可诛。 法树已被我破,小鬼我会震在寺庙里,我来点话你,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? 好自为之吧。 毛东山满面通红,等到高僧走远,他赶紧摆上香案,跪在地上忏悔,然后自费了双手。 因为他知道反噬的厉害,祸害无穷,会殃及子孙后代。 他自费了双手,真心忏悔,避免子孙后代遭到报应。 这以后,毛东山把那一本法术的书,一把火烧了,再也不敢使用法术了。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,害人者终将害己。 你们认为,毛东山成了残疾人可怜吗? 认为可怜的话,就留言可怜,认为不可怜的话,就留言说说你的看法。 其实,毛东山落到此等地步,纯粹是旧游自取。 明末清初,天下大乱。 冰货蔓延到河下村,村民吴大黑出门逃难,跑进窟窿山里躲了起来。 窟窿山之所以称为窟窿山,山上到处都是溶洞,便于藏身。 吴大黑躲进一个深洞里,打算在这里暂且安身,等到战乱平定了,就下山回村。 饿了就采摘野果冲击,渴了就喝山泉水,何况他还带着几葫芦酒,可以用来解闷,这日子倒也过得不错。 这一天,吴大黑百无聊赖,坐在山洞里喝酒,忽然进来一个黑大汉,自称也是逃难之人,名叫朱窟龙,找吴大黑讨酒喝。 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,正好有个伴,吴大黑扔给他一个酒葫芦,猪窟窿拔开筛子,就是一阵猛贯。 吴大黑不胜酒力,喝了几口酒,就晕晕乎乎地靠着洞壁睡了。 等到他醒来时,大吃一惊,猪窟窿变成了一头大野猪,酒葫芦倒在一边。 吴大黑站起来就跑,被石头绊了一跤,响声惊醒了猪窟窿,他又变回了人形。 原来是一头野猪精。 吴大黑又想跑,猪窟窿摆摆手,说道,别跑,我喝多了,不小心陷了原形,吓着你了。 不过,你别害怕,我没有恶意。 尽管没有恶意,可是毕竟是妖,人和妖不同类,还是离开得好。 吴大黑慢慢地向洞口退去,边退边说,我怕。 大家还是不要在一起。 猪窟窿吼道,你怕什么? 你难道没有看过戏曲《西游记》吗? 里面的猪八戒你不喜欢吗? 它比我难看多了。 《西游记》的戏曲,吴大黑确实看过,看一次就被搞笑的猪八戒逗得了一次。 吴大黑说,我不怕猪八戒,他很好笑的。 猪窟窿说,就是嘛,你不怕猪八戒,就更不应该怕我,我好歹没有留下丝毫猪的特征。 我也纳闷了,吴承恩写了那么多妖怪,你是他嫡传后人,竟然怕野猪精。 我去。 这么一说,吴大黑就不好意思走了。 他的祖上确实是吴承恩,虽然到他这一带沦落得穷困潦倒,但是尊严不能丢,不能给祖先丢脸是吧,就坐了下来。 猪窟窿很健谈,自称已经修炼己事了。 因为是野猪精,就姓猪,因为生活在窟窿山,就用窟窿作为名字。 他很喜欢《西游记》这本书,跑到集市上买回来一本,已经翻烂了。 但凡附近有《西游记》的《西班子》,或者《西游记》的评书,他都会去看去听。 自从有了猪窟窿为伴,吴大黑就能经常吃到野味了。 可惜的是,他的酒葫芦,也都被猪窟窿喝得见了底。 不过,这不用他担心,猪窟窿会法术,拿着酒葫芦到集市上买酒,来回一天的路程,他半个时辰就好了。 日子不咸不淡地过着,战乱已经渐渐平息,吴大黑想回家了。 猪窟窿把他带到一个小山洞里,指着满地金子说,这是我捡的,有些是从地下挖的,经过几世的积累,数量相当可观。 你要是帮我办成一件事,这些金块分一半给你。 一半金块,几辈子都花不完,吴大黑动心了,忙问办什么事。 猪窟窿拿出一本书,就是那本破旧的西游记,翻到高老庄那一段,说道,我最羡慕猪八戒的,就是能在高老庄成亲,享受人间人伦之乐。 但是,我不能利用法术强占,这样会遭到天谴。 要是明媒正娶,就不会有事。 我九居山上,只有你一个熟人。 凡请你帮我说媒,娶一个老婆。 吴大黑甘笑着说,这个不妥吧。 你完全可以找个野猪当老婆,何必害了好人家女儿? 你想想,要是睡觉时不小心献出原形,岂不把人吓死? 猪窟窿翻脸说,你不帮忙是不是? 我告诉你,我一定得娶个人间的老婆,就算犯了天谴也不在乎。 反正会犯天谴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先杀了你再说,免得你泄露了我的底细。 说完,伸手掐住吴大黑的脖子。 吴大黑瞬间喘不过起来,只得投降,答应帮猪窟窿说美。 吴大黑捡起两块金子回到家里,把房屋修缮一新,请媒婆把邻村的姑娘山花介绍给猪窟窿,就像西游祭礼一样,让猪窟窿招坠上门。 新婚这一晚,吴大黑率领众人轮番给猪窟窿灌酒,说是这里的规矩,新郎官不得拒酒。 猪窟窿喝得鸣顶大醉,当场现出了原形。 吴大黑早就和众人商量好了的,结婚只是一个圈套,捉野猪才是真。 他们把野猪精用牛皮精捆得像粽子一样。 为了防止猪窟窿,利用法术逃逸,吴大黑端出早就准备好的野狗血和粪便,泼了野猪精一身。 野猪精醒了,哀求吴大黑放他一马。 吴大黑义正词严地说,好好修炼,得到成仙才是你的本分。 可你偏偏一想天开,想过人间的生活。 如果你听得尽劝解,就此收手,也可免此一死。 可是你威胁我,宁愿遭受天谴,也要一意孤行。 依照你的毒狠,如果放了你,你不会绕过我们的。 姑且让我代表老天惩罚你,也让大家尝尝几百年的野猪肉。 野猪精被丢进了滚烫的开水里,下面的炉灶里,还在不停地加柴。 后来,吴大黑和山花结成眷属,他把山洞里的金块搬下山,分给村民们。 剩下的,就在村头湿州,街际流浪的难民。 这个善举,一直保持了好几代人。 一只白尾药,追着唐帝,啄瞎了他一只眼,男人在旁边却无动于衷,这中间隐藏着一个曲折的故事。 客观不要急,故事得从头讲起。 唐德宗真元年间,有一个一山傍水的小山村,村里有一户姓脏的人家,男主人的拳脚功夫,十分了得。 曾经三拳打死了一匹野狼,因此人称赃三拳。 他一高人胆大,走南闯北做了几年的生意,回家购置了大量的粮田,过起了安稳的富裕生活。 这一天,堂弟来喊赃三拳,到山上打猎。 这个季节,山上野兔泛滥,打几只野兔回家,打一打牙剂,也未尝不可。 于是,赃三拳背着弓箭,扛着猎叉,跟着堂弟到了后山。 两人在杂树丛里搜寻着野兔的踪迹。 忽然,赃三拳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风声,猛地往旁边一闪。 然而已经晚了,猎叉扎在他的脖子上,他应声而道,顿时鲜血淋漓。 堂弟一脚踏上他的胸脯,举起猎叉宁笑道,堂哥,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,你放心,我会多给你烧纸的。 赃三拳满脸惊诧,指着堂弟喊道,堂弟,我待你不薄,你,你,你为何要对我下毒手? 赃三拳确实对堂弟不薄,堂弟无田无地,无钱取妻,靠打短宫度日。 他发财后,曾经送给堂弟三百罐钱和一百亩粮田,如今堂弟也过上了好日子。 他实在想不明白,堂弟为何背地里要对他下黑手? 堂弟冷笑着说,堂哥呀,为了让你明目,我就对你说实话吧。 原来,赃三拳娶了一妻一妾,她不在家的时候,堂弟经常去她家里串门,一来二去就和小妾好上了。 这一名小妾,是赃三拳花钱从南方的画坊上买来的,这种地方出来的女子,多半只认钱不讲感情。 堂弟想和她做长久夫妻,她就鼓动堂弟抢夺赃三拳的财产。 只要赃三拳死了,堂弟就顺理成章地照顾者,趁机逼着嫂子改嫁,赃三拳的财产就可以任由堂弟支配了。 赃三拳听到这里,怒不可遏,圆瞪双眼,怒骂堂弟可耻。 堂弟也不言语,举起猎叉就要赐下来。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堂弟感觉到后背传来一阵风声,猛然间后颈一疼,站立不稳,倒在地上。 只见一只白尾药飞天而起,又猛地冲了下来,啄掉了堂弟一只眼珠,堂弟疼得哀嚎不止,在地上翻滚。 白尾药又俯冲下来,在他的脸上啄了一口。 这一只白尾药,赃三拳再熟悉不过了,跟了他好几年。 说起来,他还是这一只白尾药的救命恩人。 要是没有他搭救,白尾药早就一命呜呼了。 那是一个秋天,赃三拳骑着马道都城去,路过一座小山丘时,听见了白尾药的惨叫声,只见一只捕鸟家上, 夹住了一只白尾药,旁边盘着一条大蛇,企图拿它当食物。 赃三拳勒住马,张弓搭剑,射向大蛇,大蛇慌忙逃窜。 他跳下马,将捕鸟家扯断,就出了白尾药。 但是,白尾药的一条腿被夹断,只剩下皮肉连着。 赃三拳心疼不已,带着他去前面小镇上疗伤。 到了医馆里,医者给白尾药接了骨,绑上木条固定。 赃三拳带着白尾药上都城,一路上换了十几次药,白尾药的腿骨终于长好了。 赃三拳将白尾药放生,但是他不愿离开,一直跟着赃三拳。 赃三拳行走在路上,他就在天空中跟着。 赃三拳住进客栈里,他就歇速在野外,一旦赃三拳启程,他就跟上。 赃三拳不在京山后,他就在后山上搭建巢穴定居,时刻关注着赃三拳。 白尾药不断地啄着堂弟,直到堂弟晕死过去,他才飞到赃三拳的身边。 赃三拳一把抱住他,泪如泉涌,要不是白尾药搭救,他就命丧堂弟之手了。 后来,赃三拳把堂弟和小妾送到了官府,堂弟被判冲军塞北,小妾被官府卖给大户人家为奴,赃三拳则把堂叔堂婶接到家里奉养起来。 那一支白尾药,几年后不知所踪。 鲁班书一直被传得神乎其神,其实,鲁班写下此书的本意,并不是宣扬法术,而是法术早就存在,被一些心术不正的道士拿来骗财。 据说,上侧是道术,下侧是破解道术的方法和医术。 所以它的出发点是好的。 现在流传的木匠行当中的小法术,也未必就是鲁班留下来的,很可能是一些旁门左道,假借鲁班之名而已。 今天讲述一则小故事,就是在民间里流传很广的两种方法,大家不必探究它的真实性,也不要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。 就当成一个传奇故事,来消磨空闲时间。 清朝中期,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,住着一个姓公的老木匠,手艺非常好。 他孤家寡人一个,喜欢喝酒,常常独自一人在家小酌。 村里的刘大户要给儿子娶亲,需要打一套新家具,来请公木匠先去喝一顿开工酒。 山村里有个习惯,请人做事,开工前喝一顿大酒,完工后喝一顿大酒,中间干活的一段时间虽然管饭,但是没有这么丰盛。 晚上,公木匠最熏熏地往回走,到了门前,忽然窜出来一个人,拉着他的手哀求说,书,帮帮我。 公木匠这才看清楚,是二柱子。 他说,走,去屋里说。 然后打开了门,两人进了屋。 刘大户的儿媳妇小翠,原本和二柱子青梅竹马,但是小翠的父亲嫌弃,二柱子家里穷。 他贪图聘金,硬是把小翠许给了刘大户的儿子。 二柱子来找公木匠,让他做家具的时候,暗中做做手脚,弄死刘大户的儿子,小翠要是守了寡,二柱子就有希望把他娶回家里。 公木匠大惊失色,呵斥道,你真狠心,为了一个女人,想谋害人命,我做不到。 二柱子扑通跪下,苦苦哀求,公木匠扶起他,叹口气说, 容我想想办法,不是公木匠心软,而是情面上过不去。 二十年前,公木匠上山伐木,不小心摔了一跤,从悬崖上滚落下来,被崖壁上的石缝卡住,小腿骨折。 二柱子的爹攀着绳子,把公木匠救了下来。 但是,绳子承受不住两个人的重量,两人飞速往下滑,二柱子爹的右手被绳子滑得露出直骨,从此废了。 两人就此成为生死之交。 后来,二柱子的父母先后去世,公木匠就一直照顾着二柱子,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。 公木匠想了好久,说道, 木匠行当里确实有一些小法术,但是我从来不用,更别说害人了。 为了你,我还是不能害人,但是可以用一种最轻的办法试试。 于是,公木匠在坐新床的时候,在床头的背面,悄悄化了两个小孩,抬着一个夜壶。 婚期如期举行,小翠嫁给了刘大护的儿子。 但是,小翠每晚睡觉时,半夜里总是梦见两个小孩,抬着夜壶说,夜壶来了,尿在里面。 小翠就在梦中尿在了床上。 天天晚上如此,小翠根本控制不住。 刘公子认为小翠有病,找来郎中看病吃药,仍然如此。 刘大护很气愤,跑到小翠娘家指责,不该欺骗他们,把有病的女儿嫁过来。 小翠的父亲很生气,反驳说,我家女儿好好的,到了你家就病了,是你刘家不干净。 刘公子总是呵斥小翠,他百口莫辩,只是暗自垂泪。 刘公子忍无可忍,就写了一纸修书,把小翠送回娘家。 这种结果,二柱子最高兴,跑去求亲,把小翠娶回家里。 夫妻二人很是恩爱。 过了一年多,二柱子嘴欠,就把公木匠帮忙的事对小翠说了。 小翠回娘家探亲的时候,对母亲讲了。 那知道母亲嘴欠,把话传了出去,慢慢地成了公开的秘密。 忽然有一天晚上,小翠不和二柱子睡一头,睡在床的另一头。 二柱子想和他亲热,他很厌烦。 二柱子以为他心情不好,就没有计较。 可是,这以后,天天晚上如此,而且不能问,一问小翠,就发脾气。 两人睡在床上吵了好几次,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。 有一天白天的时候,二柱子那着性子,和小翠谈论此事。 小翠说,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是莫名其妙的心烦。 二柱子也是莫名其妙的心烦,只不过他自制力强,表现得不剧烈。 二柱子心之有意,一天晚上把公木匠请到家里。 公木匠一掀床板,找到一张剪纸,两个纸人背对背。 各睡一头。 公木匠叹口气说,遭报复了,肯定是留大户找梁上君子干的。 你们当初就不该说出去,弄得我也没脸见人。 临走时,公木匠说,被人家惦记着,不是好事,房不胜房,还是搬家吧。 二柱子有个表叔住在外省,二柱子一家搬到表叔那里去了。 这以后,日子过得很安稳。 野狼拦住男人讨口风,男人见他长相凶恶,就说他像财主,谁知他却成了除暴安良的侠客,从而引出一段传奇故事。 客观不要急,故事得从头讲起。 唐静宗保利年间,西北山区里有一个姓龙的壮汉,背着捡粪的篮子,打算到山上捡食动物的粪便,用来肥田。 走在山路上,姓龙的眼尖,忽然发现山顶上蹲着一匹野狼。 野狼也发现了他,向他冲来,他吓得转身就跑。 跑了还不到一里地,野狼抄在他的前面,拦住了他,瞬间变成了一名壮汉,拱拱手说:「庄家汉,你不要惊慌,我问你,你看我像人吗?」 姓龙的壮汉,定下神来,打量了一下壮汉,只见他生得恐无有力,面目凶恶,不像善类,当即脱口说道:「像,像极了地主老财。」 壮汉欣欣喜地点了点头说:「只要像人就行了,管他财主还是穷汉,都不碍事。」 说吧,他扭头就走。 走了大约一丈远,他又回来看着姓龙的问道:「哎,不对,你是不是在骂我,骂我像地主老财一样黑心。」 姓龙的脸一红,其实他这样说,包含一点这样的意思,壮汉掌向凶恶,和姓杜的财主一模一样,想不到这种小伎俩被野狼猜透了。 他骚着头不好意思地说:「也不全是,主要是最近被姓杜的财主欺负了,心里总是在骂他,因此才会这样说。」 壮汉点点头说:「有其因必有其果,你这样痛恨姓杜的财主,必有原因,愿闻其详。」 姓龙的讲了起来,原来,姓龙的家里有粮田二十亩,就在姓杜的田地旁边。 姓杜的财主曾经想收购这些粮田,但是姓龙的不同意,这些粮田就是他家的活路,失去了粮田,他家等于失去了生计。 最近,姓杜的小舅子当上了捕头,小舅子就介绍姓杜的,巴结上了县令。 有了县令做靠山,姓杜的有恃无恐,强行霸占了龙家的粮田。 姓龙的老父亲找到姓杜的理论,被姓杜的打成重伤,躺在家里。 姓龙的一纸诉状告到县衙,县令竟然明目张胆地判决龙家的粮田卖给杜家,而且价格比行情低了三成。 姓龙的胳膊扭不过大腿,只好认栽了。 听到这里,壮汉怒发冲冠,生气地说,真是气死人了,是可忍孰不可忍,你就不会去找姓杜的算账吗? 男子汉大丈夫,大不了丢掉性命,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 姓龙的苦着脸说,他有官府撑腰,民不跟官斗,我斗不过他们的。 再说了,我上有高堂,下有儿女,我要是出了事,他们怎么办了? 壮汉气愤地说,爱,真是懦夫。 说完,转身就走,大约两丈开外,他变成了野狼,仰天嚎叫一声,如飞而去。 姓龙的也不减粪了,飞跑回家。 到了家门口,喘息了好一阵,他才稳住心神。 妻子见他神色慌张,询问道,你难道撞见鬼了吗? 姓龙的说,比撞见鬼还可怕。 就把野狼讨口风的过程讲了,一家人惊吓不已。 第二天早上,突然传来今天的消息,姓杜的财主昨晚被野狼咬死了。 据他的小妾讲,半夜里,一条巨大的野狼破窗而入,张嘴咬住姓杜的。 小妾吓得尖叫一声,晕死了过去。 等到他醒来,姓杜的财主已经死了。 过了一段时间,野狼讨口风的消息传开后,姓杜的儿子找上门来,退还了抢买良田的契约,并表示不怪罪姓龙的。 正所谓冤家疑解不疑结,杜家有错在先,彼此都不要相互记恨。 姓龙的非常感激野狼,却又找不到野狼当面言谢,只好朝着大山扣了三个头,高声呼喊, 我说错了,你是侠客,是大英雄。 大约二十年后,这一带遭到了旱灾,粮食颗粒无收,好多人家快要到了逃难的地步。 这一天,姓龙的早上到山上捡粪,远远地看见野狼蹲在山顶,他紧赶慢赶地跑到山顶,却没有看见野狼,只见地上放着一块狗头巾。 姓龙的把狗头巾卖了钱,买回粮食分给每家每户,大家总算渡过了难关。 明朝中期,书生卢旨达出外游穴,路过一座高山时,他看见一名老道,正在仗剑做法,于是驻足观看。 老道嘴里念念有词,踩着九宫八卦步伐,渐渐朝着前方指指点点。 在两丈开外,一只体形和猎犬一般大小的狐狸,正在来回奔走,企图挣脱法力的束缚。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,狐狸累得口吐白沫,趴在地上喘着粗气。 老道大鹤一升起,伸手隔空往前一抓,狐狸便飞到面前,被他一手揪住耳朵。 对于道士捉狐,卢旨达只听说过没有见过,如今算是开了眼界。 他兴奋地说道,道长为民除害,造福苍生,晚生佩服。 说吧,抱拳行礼。 只听狐狸喊叫道,他是一个妖道,捉拿我是为了吸食我的精元,增长他的法力。 老道鹤声多嘴,伸手在狐狸的头上一拍,狐狸的叫声便戛然而止。 他从怀里摸出一只瓷瓶,打开瓶塞,狐狸变成一股浓烟,飘进瓶里。 他塞上瓶塞,把瓷瓶塞进怀里。 老道看向卢旨达,说道,你别听他胡说。 卢旨达见他满脸横肉,目露凶光,不向善泪,吓得点头乘势,转身就走。 刚走两步,就被老道喝住。 老道蛮横地说,我见你的搭连里有一些银子,不妨请我到前面镇上喝酒。 我累了,把罗马让我坐吧。 不由分说,扯下卢旨达,跨上马背。 卢旨达不敢言语,只得乖乖地牵着缰绳,在前带路。 走了小半个时辰,到了前面的小镇上,两人进到酒馆里。 老道点了一大桌子韭菜,狼吞虎咽起来。 吃罢饭,出了酒馆,走在街上,对面过来一辆马车。 马车上的车帘卷着,坐着一位美妇,正在往外扫视人群。 老道的眼睛直了,盯着美妇观看,直到马车远去,他才回过神来。 他向街边的行人打听,刚才的美妇是谁? 行人告诉他,是胡妇伤的美妾。 老道想了想,决定今晚在小镇上过夜,叫卢旨达在一家客栈里,开了房间,两人住在一起。 进了房间,老道倒头便睡。 到了晚上,掌灯时分,老道说要出去一趟,让卢旨达准备韭菜。 卢旨达问他干什么? 他也不避讳,说出去采花。 卢旨达心知肚明,老道去祸害胡妇伤的美妾去了,果然是个妖道。 他想了想,出去对客栈掌柜说了实情。 掌柜拿出药粉,倒进酒壶里,准备了几个下酒菜。 到了半夜里,老道回来了,大吃大喝起来。 不一会,他晕倒在地。 卢旨达赶紧在他的怀里,一阵乱摸,摸出瓷瓶,打开瓶塞,放了狐狸。 一股浓烟飘出,狐狸站在地上,拱手说道,我是狐王,多谢先生大救。 在狐王的指点下,卢旨达收了老道的宝剑和符咒,并端来一盆屎尿,兜头泼下,将他扭送到县衙。 县太爷派人到狐副商家里打听,昨晚,他的美妾果然被糟蹋了。 县令便将老道就地正法,头颅悬挂在城门上,示众三天。 临走时,狐王拿出一件衣服,说道,救命之恩,无以为谢,赠送你一件隐身衣。 不过,这件隐身衣只能使用三次,你一定不可胡乱使用。 卢旨达把隐身衣收进行礼香礼,拱手告别,继续游学去了。 一直到年关将近,才回到家里。 到了来年春上,媒婆上门提亲,将柳财主的女儿说给卢旨达,父母同意了,问她的意见。 卢旨达想找一个贤惠端庄的女子,晚上便穿上隐身衣,到了柳家。 来到柳氏的闺房里,卢旨达暗中观察,见她容貌美丽,言谈举止颇有修养,十分满意,便同意了这门婚事,两家当下定下婚约。 第二年,两人变成了婚。 婚后,两人恩恩爱爱,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又过了一年,到了相试之期,卢旨达参加了考试。 从考场出来,大家都在言传,考官是个贪官,私下里所会,谁要是交钱,就让谁通过。 卢旨达听到传言,非常生气,便穿上隐身衣,来到学官衙门暗访。 果然,只见学官拿出名单,让月卷官把名单上的卷子做上记号,单独列出,由他拟定名次。 卢旨达灵机一动,把自己的名字,填在名单末尾。 过了一段时间,到了发榜之日,卢旨达果然榜上有名,中了举人。 后来,到了会试之期,卢旨达参加了考试。 这一次,主持会试的学官是个清正廉洁之人,卢旨达凭着真才实学,榜上有名。 电视时,他被钦点为第九名晋士,留在朝中为官。 卢旨达为人正职,为官清正,很快得到重用。 十几年后,他已经是三品高官了。 当时,朝廷里高官们拉帮结派,相互倾讶。 卢旨达洁身自豪,不愿意参加任何派别,得罪了各方势力。 他们上本参奏,恶意中伤,抹黑卢旨达。 皇帝昏庸,将卢旨达革职查办,锒当入狱。 官差来捉拿卢旨达时,他拿出隐身衣,打算逃跑。 犹豫再三,他还是扔下了隐身衣,束手就擒。 这个世界颠倒黑白,已经乌烟瘴气,哪里有他的立足之处。 与其苟且偷生地活着,倒不如坦坦荡荡地死去。 罢了罢了,还是一死了之,也算是一种解脱。 最终,卢旨达被拉到菜市口斩首。 那件隐身衣,也不知所踪。 其实,富贵也好,贫穷也罢,都是一种人生状态,世间从来不以富贵贫穷论英雄。 只要活得真实,活得自我,活得自由,就不失为精彩的人生,和需求神告佛借用隐身衣这种外部的因素。 隐身衣终究不是人生的遮羞布,不要也罢。 唐朝天宝年间,有一个名叫宋守坛的男人,母亲突然生了重病,持药无效,患了好几名医者,都说这病没治了,趁早准备后事。 宋守坛不死心,打听到有一名隐士,擅长治疗各种怪病,便跋山涉水把隐士接到家里,给母亲治病。 隐士望闻问窃一番,开了药方,其中有一味药是千年白果叶。 大约几十里,远的深山里,有一处白果谷,里面长着几棵千年银杏树,宋守坛便去采摘树叶。 还没有到白果谷,宋守坛忽然听见几声狗叫,还有女子的呻吟声,走过去一看,原来一名老妇人扭了脚,行走不得。 宋守坛询问老妇人家住在哪里? 老妇人苦着连讲,她住在山脚下。 宋守坛说,你等一等,我去采摘几片白果叶后,送你回家。 老妇人点点头说,有劳好心人了。 采摘了白果叶后,宋守坛把老妇人送回了家。 那是几间茅草屋,早已破烂不堪,几乎家徒四壁。 看见这种穷苦的景象,宋守坛尽不住鼻子一酸,问道,老婶,你的家人呢? 老妇人苦笑了一下说,都去山上守山去了。 原来,老妇人命苦,儿子三岁时,丈夫就去世了,她守寡抚养儿子。 哪知道儿子十三岁时,夏天偷跑到河里洗澡,被淹死了。 从此后,老妇人独自一人生活。 宋守坛听完,唏嘘不已,她心地人善,思索片刻说,老婶,你年纪大了,生活不变。 这样吧,我家家境还算过得去,你去我家里养老吧。 老妇人张大着浑浊的眼睛,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她和此人素昧平生,她竟然要给他养老送终,真是天大的好人啊。 老妇人含泪点点头。 宋守坛笑着说,我先回家,带着轿子来抬你。 回到家里,宋守坛把此事对母亲秉明,然后带着二台小轿,去了老妇人的家里。 老妇人姓何,她认老妇人为干妈,称呼她为何妈妈,把她安置在后院,与母亲住隔壁。 老妇人舒喜打扮了一番,却是一位仪态端方的老妇,她和宋守坛的母亲见了礼,年纪比宋守坛的母亲小两岁,便以妹妹自居。 那一条瘦骨临寻的狗,也跟了来,因为一副病奄奄的样子,宋守坛也不指望她看家护院,把她养在后院,让她继续陪伴干妈。 母亲吃了一副药后,病情也不见好转。 这一天,瘦狗跑出后院,来到前院,卧在长廊上晒太阳。 宋守坛家里的狗欺负她,两条狗咬了起来。 尹氏被安置在厢房里,听见狗的吵闹声,便走出来驱赶。 她盯着瘦狗,看了好一会儿,脸现惊喜之色,把宋守坛喊出来,说道, 令堂大人的病,就在这条狗的身上了。 原来,这条狗之所以病奄奄的样子,兽骨临寻的,是因为它的身上有狗宝。 宋守坛狐疑地问道,先生能确定? 尹氏摸着胡须说,八九不离十。 宋守坛便走进后院,对干妈讲了。 老妇笑着说,这条狗跟了我十几年了,虽然不舍,但是治病要紧, 你就杀了他吧,也算是他的功德一件了。 宋守坛杀了瘦狗,果然在胃里找到了一块石头。 尹氏刮掉一些粉末,和药草一起煎煮。 宋守坛的母亲接连喝了五天的药,病症竟然消失了。 尹氏告辞而去,宋守坛亲自把他送回深山。 有药材商听说宋守坛家里有一块狗宝, 跑来高价收买,却被宋守坛拒绝了。 过了几年,有一家姓张的老父亲得了心疼病。 宋守坛听说后,送了一些狗宝,治愈了老人。 只要有病人需要狗宝治病,来找宋守坛,他都会慷慨相送,分文不取。 有人笑他傻,狗宝比黄金还要值钱,送手坛却拱手送人,这不是与钱过不去吗? 送手坛听了,笑而不语,因为他清楚,这个世界上除了钱,还有一种品德叫做善良。 假如他没有心怀善念,认老父当干妈,又怎么可能得到狗宝呢? 又怎么可能治愈母亲的重病呢? 唐朝天宝年间,有一个叫雷震贺的人,喜欢喝酒,和邻村的牛魂是酒友,两人经常在一起喝得昏天暗地,难分伯仲。 这一天,小镇上姓马的裁缝,心难了小妾,朋友们要他请喝酒,他就在望天楼摆了两桌,雷震贺和牛魂都在被邀请之列。 朋友们吃完饭,挑拨两人斗酒。 牛魂叫嚣着拿大碗来,两人你一碗,我一碗轮流喝,喝光了五坛酒难分胜负。 姓马的裁缝从中调停,到此为止。 但是牛魂不同意,今天非得要见个高低。 他站起来去茅厕里方便,回来后继续比拼。 谁知牛魂走了几步,一头栽倒在地。 大家赶紧将他抬回家里。 当天晚上,牛魂就死了。 自此后,雷震贺喝酒没有办了,便在家里独真独拙。 因为是自己的酒,雷震贺格外珍惜,从来不撒一滴酒在地上。 牛魂死后,因为寿数未到,属于横死,暂时不能投胎转世,便在附近游荡。 他酒饮难耐,经常跑到雷震贺的家里,想喝撒在地上的酒,天天雷震贺很小气,一滴酒也不撒在地上。 牛魂气愤不已,便想整治雷震贺。 过了一段时间,牛魂遇见了两个鬼差,便拿出钱贿赂他们,要他们整治一下雷震贺。 两个鬼差见钱眼开,私下里合计了一下,生出了一条毒计。 这一天,雷震贺正在喝酒,两个鬼差走进来,一斗锁子将他锁了,拉着就走。 雷震贺大声申变,说他们抓错了,他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 其中一个鬼差踢了他一脚,说道,有没有抓错,你说了不算,到了阴司就知道了。 这两个鬼差故意绕道,在路上走了四五天,也没有走到阴司城里。 这就是他们的阴谋,故意拖延时间,拖个十几天再交给判官,等到判官发现抓错了。 雷震贺的尸身已烂,他就回不去了,只好在阴间里当游魂。 这一天,迎面走来一位书生,是雷震贺的姑表亲,死了好几年了。 他看见雷震贺,非常惊讶,询问两个鬼差为何抓雷震贺。 书生在阴司里担任官职,两个鬼差不敢拖延时间了,就谎称奉判官之命,因为一个案子,抓雷震贺去对质。 书生就跟着他们一起,到了阴司。 两个鬼差去交差,书生也跟在后面。 判官看着文书,勃然大怒,吼叫道,我何曾让你们去抓雷震贺了? 你们纯粹是逊私舞弊。 于是下令将两个鬼差,掀翻在地,重打四十大板,然后审问。 两个鬼差吃打不过,招供了陷害雷震贺的事情。 判官贺令将他们下在大牢里,没收了受贿的钱财,让书生送雷震贺回去。 雷震贺这才知道是牛魂,喝不到酒即恨他,心里好笑,酒饮这个东西,就算人死了,也附在鬼魂身上,难怪是人借酒这么难。 走到半路上,雷震贺看见迎面过来上千辆牛车,询问这是在干什么? 书生说,安禄山要造反了,因司里提前准备运输鬼魂。 雷震贺大为讶异,说道,我来的时候,安禄山并没有造反啊。 书生说,快了,时间不远了。 说着话,到了雷家屋顶上空,书生将雷震贺使劲一推,他跌落进棺材里,坐了起来。 原来,他的家人见雷震贺偶尔说着含糊不清的话,不敢封关埋葬,一直等着,想不到他真的活过来了。 当天晚上,雷震贺喝酒时,就端起满满一碗,洒在地上,祷告牛魂来喝酒。 这以后,他喝酒时,都会倒一碗,在地上,给牛魂喝。 雷震贺想起安禄山要造反的是,他家正好在安禄山的属地上,于是吩咐家人悄悄地收拾金银细软,处理家产。 过了几天,他带着家人往南方迁移。 临走时,他也带上了牛魂的家人。 过了一个多月,果然爆发了安禄山叛乱,好多无辜的老百姓死于战火里。 因为雷家和牛家走得早,没有遭到多少损失。 雷震贺之所以不记恨牛魂,带着牛家一起躲避战乱,是因为牛魂陷害他,反倒让他无意中得知天机,从而保全了全家的性命。 从这一点来说,他在心里感谢牛魂。 因此,他喝酒前,撒一碗酒在地上,这个习惯,一直坚持到死。 唐朝开元年间,有一个名叫方挑一的书生,父母双亡,独自一人生活。 他长相英俊,却为他带来不少麻烦。 什么麻烦呢? 招花惹蝶背。 那些小媳妇看见他,隔着老远就会和他开一些玩笑,吓得他白天走路,也会躲着女人。 隔壁住着一名姓花的小媳妇,垂涎方挑一的俊秀,总是端一些好吃的过来,趁机拿言语挑逗他。 方挑一总是羞得面红耳赤,碍于情面,又不好指责。 这一天晚上,花氏送来一叠点心,忽然倒进他的怀里,说着让人心跳的言语。 方挑一猛地将他推开,正色说,做人要懂廉耻,你是有夫之妇,这样做对得起你的丈夫吗? 花氏仗红着脸,催了他一口,说道,不要敬酒不吃吃法酒,我让你好看。 摔门而出,回到家里,花氏扑进丈夫的怀里,抹着眼泪说,想不到方挑一人面兽心,我可怜他无人照顾,送一些好吃的给他。 他却抱着我求欢,胡言乱语,真是羞死人了。 他的丈夫是个满汉,当即冲过来,照着方挑一的脸上,就是一巴掌。 方挑一竭力辩解,花氏的丈夫哪里肯信呢? 他在方挑一家里打砸了一通,才愤愤地离去。 过了几天,方挑一无礼花氏的事情,传遍了大街小巷,好多人对着方挑一指指点点。 方挑一忍气吞声,本以为过几天就会过去,哪知道花氏的丈夫跑到县衙里告了他,县令将他叫去训斥了一顿,包去了他的科举考试的资格。 方挑一无脸见人,便见卖了房屋,搬到隔壁县城里,租了一套房子居住。 他不能科举入室,又手无腹肌之力,打算寻找一些抄写的活或者坐管的活,好歹混口饭吃,一连寻找了大半个月,也没有找到活干。 这一天,方挑一又是无功而返,回来时,看见桥边摆着一个算命摊,便上前坐下,让算命先生给他看一看,为何他这么命苦。 算命先生摆开他的八字,大笑着说,你要是命苦,苦命人就没有活路了。 实话告诉你吧,你的命格是大富之命,家有贤妻,好多人望尘莫及。 方挑一哪肯相信呢? 说算命先生拿他开心,他不但贫穷,而且连亲事也没有定下来,这不是胡扯吗? 算命先生大笑着说,三天内,你必定会走大运,从此后贤妻相伴,富可敌成。 要是不准,你来砸我的摊子,要是准的话,你也让我沾沾光,赏我三五两银子。 方挑一苦笑了一下,摇头走了。 到了第三天,方挑一发现命运依然没有异样,便出去走动,遇见一位老者抱着一条花狗叫麦,花狗病重,已经没救了,不如卖一点钱,卖多少是多少。 方挑一好长时间没有吃肉了,贪图便宜,便买了下来,让老者宰杀好。 老者来到他的小院里,把花狗杀了,拿着钱走了。 方挑一把狗肉煮了,买了一坛酒,借酒浇愁。 喝醉后,他倒头便睡。 等到他醒来时,已经是半夜三更了,等一会儿过了紫夜,就是新的一天了。 他不由地按骂算命先生胡言乱语,明天就去砸了他的算命摊。 他收拾完碗筷,发现狗血还没有倒掉,清洗狗肉的脏水也没有倒掉,便将碗里的狗血倒进污水盆里,打开院门,使劲往外一坡。 屋外是一条石板路,两边是水沟,街坊们都是这样把脏水往外倒的,脏水溜进沟里,早上起来扫一扫露面就行了。 忽然,方挑一听见外面哀哑一声,他没想到半夜里还会有人路过,赶紧丢下盆子,掌灯出去查看。 只见屋外站着一名女子,身边爬着一只大乌龟。 女子急切地说,快,把斧头拿出来,把乌龟劈死。 方挑一也没有多想,拿出斧头,将乌龟劈死,拖进院子里。 女子跟进来,把院门关上。 方挑一询问,他为何半夜里在外走动,乌龟又是怎么回事? 女子抽气起来,片刻后,他抹掉眼泪,讲了起来。 原来,女子姓包,十六岁时,被乌龟掳走。 乌龟修炼得到,变成了人参,却不学好,祸害人间。 他抢走包式当了老婆,还不满足,还要祸害大户人家的女子,顺带偷走钱财。 他会法术,能腾云驾雾,千里之地,片刻即到。 他带着包式一起,是让他在外把风。 今晚,他们准备去城里大户人家,路过此处时,想不到污水从天而降。 污水里有狗血,破了法术,乌龟陷了原形。 原来如此,算命先生有言在先,方挑一认定包式就是他的命中之妻, 包式也贪恋他一表人才,两人当即跪拜天地,结成了夫妻。 第二天早上,方挑一把乌龟肉分给左邻右舍,他和包式也吃了几片乌龟肉。 后来,那些吃了乌龟肉的左邻右舍,都活过了一百岁,此时后话,表过不提。 包式带着方挑一,找到乌龟的老巢,是一处宽敞的山洞,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。 方挑一顾了一辆马车,往返了八趟,才将金银珠宝全部托完。 方挑一估算了一下,总共价值五百多万贯,一下子成了当地的首富。 他送了二十两银子给算命先生,算命先生喜不自胜。 方挑一建造了一座宅院,购置了许多良田,当起了大富翁,包式给他生了六七个儿女。 包式的厨子之身被乌龟占有,他心里总觉得亏欠方挑一,给他那了七个小妾。 方挑一多子多孙,和包式都活到一百零八岁,才各自寿终正寝。 孤苦伶仃的老奶奶上山挖野菜,被一头大黑熊拦住逃口风,询问像不像人。 老奶奶不假思索地说,像极了恶霸。 没想到这一句话,引出了一段传奇故事。 客观不要急,故事得从头讲起。 唐宿宗志德年间,深山腹地有一个非常大的村庄,住着几百户人家,像一个小集镇一样。 村委住着一户姓陪的老奶奶,六十多岁了,每天上山挖野菜,几乎每一顿吃着野菜稀饭。 时间一长,附近的野菜几乎被他挖光了,他不得不攻夭驼背地到深山里挖野菜。 这一天,姓陪的老奶奶正在挖野菜,忽然听见树林里传来动静,抬头一看,顿时吓得双腿一软,坐在地上,心里说,罢了罢了,今日一死,正好到地下见老伴和儿子,我早就不想活了。 说吧,眼一臂等死。 姓陪的老奶奶到底看见啥了? 为何等死呢? 原来,他看见了一头大黑熊,正从树林里钻出来,往他走来。 他一个拱腰驼背的老人,遇见了熊瞎子,还能逃出生天吗? 只有等死了。 老奶奶等了好久,也没有被大黑熊吃掉,反倒听见了说话声。 喂,老人,你睁开眼看看,我像人吗? 他猛地睁开眼,发现面前站着一个黑脸大汉,脸上爬满黑绒绒的细毛,顿时明白过来,这是大黑熊在向他讨口风。 姓陪的老奶奶揉了揉昏花的老眼,仔细地端向了一下面前的男人,只见他面向凶恶,满脸横肉,活脱脱向极了村里姓屋的恶霸。 于是脱口而出,向人,向极了姓屋的恶霸。 壮汉脸色凝重,点点头又摇了摇头,问道,老奶奶,你让我讨口风成功,我很感激,但是,你为何要说我像恶霸呢? 我可不愿意和恶霸同流合污,我的愿望,就是要做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客。 姓陪的老奶奶赶紧道歉,对不起,壮士是我好坏不分。 只是,姓屋的恶霸也是长得五大三粗,满脸凶恶,而且我心里恨极了她,巴布地吃她的肉,抽她的筋,因此才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。 壮汉点点头说,老奶奶,你为何恨她? 愿文奇想,姓陪的老奶奶顿时了大哭起来,过了一会儿,她抹掉眼泪,讲了起来。 原来,姓陪的老奶奶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老伴和儿子都是猎人,而媳妇在家里带娃,她则打理家务。 忽然有一天,姓屋的恶霸找上门来,只因她得了一种难以启齿的怪病,江湖犹依说是雄胆的胆汁可以医治她的怪病。 于是她找上门来,要猎人父子捉一只活的黑熊卖给她,她养在家里抽取胆汁。 老奶奶的老伴当即言辞拒绝,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方法,她不愿意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。 姓屋的恶霸恼羞成怒,当即带人把父子二人抓了起来。 第二天早上,有人在山林里发现了父子二人的尸体,姓陪的老奶奶几乎哭晕了过去,跑到县衙里撰告姓屋的恶霸。 但是,姓屋的恶霸一口咬定,他们父子二人晚上逃了出去,至于怎么死的,与她无关。 她和县令关系亲近,暗地里送了一千两银子给县令,因此县令判了一个糊涂案,宣判父子二人的死亡与姓屋的无关,责令老奶奶将尸体掩埋。 过了一段时间,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他人,剩下老奶奶一个人生活,一个好端端的家庭,就这样毁了。 讲到这里,姓陪的老奶奶抽气着说,我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,就是想看到姓屋的遭到报应,不然我死不瞑目啊。 壮汉听完,早已气得蹊跷生烟,转身就走,嘴里喃喃地说,这个姓屋的,竟然想喝黑熊的胆汁。 哼哼哼,真是胆大包天了。 第二天,一大早,姓陪的老奶奶就得到消息,昨晚,一头大黑熊撞开了乌家院门,将姓屋的压在身下,做了一盏茶的功夫。 等到大黑熊走后,家人上前,发现姓屋的恶霸早已死了。 姓陪的老奶奶禁不住大哭了起来,心里感激大黑熊为她报了仇。 晚上,她洗了一个澡,穿上干净的衣服,睡下了。 到了第二天,日上三竿了,邻居发现老奶奶还没有起床,就去敲门,发现门须掩着。 走进去一看,姓陪的老奶奶已经走了,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。 唐武宗会昌年间,有一个长得五大三粗面色有黑的男人,犹如天神下凡,姓十名八部。 他这人胆子大,不信鬼神之说,办起事来蛮横不讲理,因此不招人喜欢。 这一天晚上,十八部喝了几碗酒,到小妾的房里睡了。 半夜里,她忽然梦见一条蜈蚣,爬到她的肚子上咬了一口,疼得她大叫一声,醒了过来。 她翻身坐起,点亮油灯,只见肚子上出现一个红色的小斑点,触手就疼。 小妾醒来,询问究竟,十八部将梦境讲了。 小妾不屑地说,一个梦而已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 说吧,翻身睡了过去。 十八部坐了一会儿,困意来袭,也睡下了。 刚合上眼,她又做起了噩梦,只见一条蜈蚣钻进了她的身体内,撕咬她的五脏六腑。 她吓得大叫一声,醒了过来,顿时感觉到五脏六腑都不是起来。 十八部再也没有睡意,坐等天亮,起床去了小镇医馆。 医者望闻问切了一番,没有发现一样。 可是,十八部却感觉到五脏六腑隐隐作疼,而且肚子上的红斑点也发痒,忍不住和医者大吵了起来。 医者无奈之下,只好开了温补的药方,让她回家煎药调养。 到了晚上,十八部钢河上眼,又梦见一条蜈蚣在她的身上爬来爬去,吓得她赶紧坐起来,点亮油灯,再也不敢睡觉了。 她从来不相信鬼神,如今觉得此事透着邪乎,天色蒙蒙亮的时候,她就出门往寺庙而去。 到了寺庙里,天光大亮,十八部迫不及待地找到老僧,讲了梦境,还讲了身体不适。 老僧闭目入定,大约一盏茶的功夫,老僧睁开眼说,你真是无耻之徒啊。 十八部愕然地问道,大和尚为何骂我? 老僧愤然说,万事皆有因,你这是旧游自取,还记得驱死的田姓村姑吗? 一听到田姓村姑四个字,十八部浑身一震,思绪不由地飘向了五六年前。 有一天,十八部骑着马去访友,半路上下雨,他跑到附近村里躲雨。 村头住着一户姓田的人家,家里人走亲戚去了,只有田姓村姑一人在家。 十八部看见田姓村姑清纯可人,早已心缘一马,便拿言语挑逗,许诺娶她做小妾,到她家过好日子。 田姓村姑没有见过世面,加上十八部用墙,便施身与她。 后来,十八部经常来和田姓村姑约会,只管寻欢,却不提迎娶之事。 后来,田姓村姑怀上了身孕,十八部便不再来了。 田家逼问女儿,得知是十八部骗了她家女儿,田府便找上门要十八部信守承诺,迎娶她的女儿回家。 可是,十八部翻脸不认人,不承认孩子是她的。 田姓村姑顶不住压力,在一个晚上,跑到十八部的门前哭诉,守门人进去告知,十八部避而不见。 田姓村姑哭到半夜里,起身走了。 第二天,人们在枯井里找到了她的尸体。 女儿已死,十家事大,田家只好吃个闷亏。 想不到,田姓村姑怨气很深,不去投胎转世,来找十八部索命,那一条蜈蜈,就是她的魂魄幻化的。 十八部听高僧讲明了原因,赶紧跪下叩头,恳请高僧帮忙化解。 高僧冷笑着说,天作孽有可恕,人作孽不可活,我如搭救你,谁来化解村姑的冤屈呢? 说吧,进入了内室,再也不理会十八部。 十八部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去了,将此事对家人讲了,他们面面相去,也无法可想。 这以后,每一天晚上,十八部都会做噩梦,被蜈蚣折磨,而且五脏六腑越来越疼痛,肚子上的红斑点也开始溃烂。 过了十几天,在一个漆黑的夜里,十八部大叫了三声,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。 唐朝神龙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姓汤的壮汉,以砍柴为生,人称汤砍桥。 因为收入不多,生活拮据,结婚不到一年,老婆跟着一个外地的药材商跑了。 他受了刺激,认为女人都很物质,都靠不住,心里非常痛恨女人。 这一天,汤砍桥挑着一旦柴下山,半山腰里遇见一名女子,笑吟吟地问道, 大哥,你看我像人吗? 汤砍桥一愣,哪有这样问话的呢? 继而瞥见女子身后露出一节尾巴,忽然明白了,这是在讨口风。 汤砍桥心里有气,他还没有从老婆跑掉的阴影里走出来,于是恨声说, 我看你就是一个狐狸精,你变成什么不好呢? 偏要变成女人。 你找谁不好,偏要找我。 女子怨恨地看了他一眼,倒在地上变成了一只黄鼠狼,如飞而去。 汤砍桥这才明白,原来是黄大仙,听说黄大仙爱记仇,有仇必报,心里顿时生起一丝悔意。 不过,后悔已经晚了,他既然只图心里解气,就要承受带来的后果。 回到家里,汤砍桥开始淘米做饭,他把米淘好,放进锅里,转身到灶台里燃火。 等到柴火燃烧后,他发现锅里的米竟然不见了,心知是黄鼠狼所为,于是又开始淘米。 等到把饭闷在锅里,汤砍桥开始在院子里摘菜,灶堂里忽然燃起了大火,等到他发现后,米饭已经焦糊了。 汤砍桥再也忍不住了,破口大骂起来。 到了晚上,汤砍桥忽然被鸡叫声惊醒,等到他披衣冲出来,已经晚了,十几只母鸡都被咬死了,只剩下一只打鸣的大公鸡。 这一次,汤砍桥反倒忍住了,没有生气,谁叫他没有帮黄鼠狼说话呢? 人家功力倒退了,也该让他出出气吧。 天亮后,汤砍桥把十几只死鸡拿到集市上便宜卖了。 挑回来两坛酒。 吃了中午饭,他去山上砍柴。 吃晚饭时,他打开一坛酒,喝进嘴里,猛地吐了出来,竟然是水。 他抱起另一坛酒,感觉轻飘飘的,打开一看,里面是空的。 他长叹一口气,胡乱吃了几口饭。 这以后,家里总是被黄鼠狼搞破坏,不是衣服被撕破了,就是被子里出现荆棘,不是碗被摔碎了,就是盆被摔破了,不是米缸里出现一把泥土,就是水缸里漂浮着虫子,几乎没有一天消停的。 最气人的就是昨天早上,汤坎桥打开院门出去,一脚踩在牛屎上,摔了个仰面八叉,狼狈不堪。 今天上午,汤坎桥去山上砍柴,在半山腰上的丛林里,发现了一只死狐狸,肚子里插着一只剑,看来是被猎人射了一剑。 狐狸带着剑枝跳脱,死在了丛林里。 汤坎桥发现狐狸死去不久,便拖回家里,挂在屋檐下,准备剥皮,狐狸的皮毛,能卖个好价钱。 他拿着刀子,从头上划开一道口子,心里忽然想起了黄鼠狼,顿时来了气,便把狐狸当成黄鼠狼,嘴里横声说,我杀死你这个黄鼠狼,我剁你的头,割你的头。 他拿着喉咙,挖你的心,剥你的皮,抽你的筋。 他嘴里碎碎念,越说越有气,面不猙獰,咬牙切齿,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 把皮剥完后,他开始肢解狐狸,嘴里大声喊道,黄鼠狼,我下你的左腿。 黄鼠狼,我下你的右腿。 然后,挥着刀一阵乱舵,嘴里发狂地喊道,黄鼠狼,我要将你碎尸万段,喝你的血,吃你的肉,敲你的骨。 突然,从屋顶上滚落下一个毛茸茸的东西,落在地上,一动不动了。 汤坎桥上前一看,竟然是黄鼠狼,被活活地吓死了。 汤坎桥大喜,用脚踢了踢黄鼠狼,轻蔑地说,你也不过如此吗? 如此胆小,还想当人,就算变成了人,也是一个耸人,丢人的脸。 他把黄鼠狼包了皮,开了膛,这才发现,他的苦胆破了。 想不到他只是发泄心中的怨气,阴差阳错之下,竟然将黄鼠狼活活地吓死了。 唐朝天宝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姓秦明山晋的年轻人,喜欢武术,练就一身本领。 但是,不幸的是,有一次他在和别人较量时,左腿小腿被踢断了,医者尽力医治后,却落下了残疾,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。 他原本有一个梦想,打算考武举报效朝廷,如今只能成为空想了,他只好放弃了考武举的想法,也不练武了,老老实实地干起了农活。 这一天,秦山竟赶着马车去集市上,买了一车喂马的草料,回家的路上,看见路边握着一名衣衫褛褛的老人,于是停住车关心地询问起来,却不见老人回应。 他上前查看,发现老人已经晕死过去,鼻子里还有呼吸。 救人要紧,秦山竟把老人抱上马车,调转车头,往集市上的医馆赶去。 到了医馆,他把老人抱下车,让医者救治。 医者诊断一番,说是感染风寒导致的病症,加上饥饿引发的胃病,需要慢慢地调养。 医者开了药,秦山竟在医馆里熬了药,灌给老人喝下。 过了一段时间,老人苏醒了过来,秦山竟问起了他家住何方,也好送他回去养病。 老人叹息一声,说他本是北方人士,家在千里之外,如今四海为家,乞讨为生,让秦山竟不要管他,说吧,站起来就走。 秦山竟赶紧将他拦住,劝说老人去他家养病,起初老人不同意,后来在秦山竟苦口婆心地劝说下,老人最终坐着马车,跟着他到了家。 在秦家调养了几天,老人的病情有所好转,秦山竟这才询问起老人的身世。 老人未雨先流泪,讲了起来。 原来,老人姓朱,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,十几年前,独生儿子与人发生口角,被人打死,打人者逃亡在外,一直捉拿不到。 他的老婆因为接受不了现实,抑郁而死,他变卖了家产,在江湖中流浪,打听行凶者的下落。 这十几年里,他走南闯北,花光了钱财,只好当起了乞丐。 然而,他至今没有打听到行凶者的下落,他不愿回家,就这样漂泊着。 秦山竟听完,唏嘘不已,劝慰了姓朱的老者一番。 休养了一个多月,姓朱的老者病情痊愈,告辞而去。 秦山竟挽留他多住一段时日,他笑着说,我有急事,打算回家一趟。 秦山竟听说他要回家,便不再挽留他了,送给他五罐钱做路费,以免参丰露宿。 姓朱的老者也不言谢,一拱手,转身离去。 过了大约小半年,这一天,秦山竟骑着马去拜访朋友,半路上忽然遇见了姓朱的老者,惊讶地询问他为何还没有回家。 姓朱的老者哈哈大笑着说,我早回到了老家,如今来找你,帮你医腿。 秦山竟惊讶地询问道,老叔,你还会医腿吗? 姓朱的老者笑着说,我原本就是专制爹打损伤的医者,早年间开着医馆。 行走江湖时,顺带行医赚钱。 只不过一直查访不到凶手,心灰意冷,才不再行医,索性当起了乞丐。 秦山竟赶紧将他扶上马背,牵着江绳回家。 到了家里,姓朱的老者拿出一罐黑色的药丸说, 我当初之所以没有明说,是因为要回家炼制这种药丸,给你惊喜。 这种药丸中,有一种主药,叫做是古草,只有北方苦寒地带才会有,所以我才急着赶回老家。 顿了顿,姓朱的老者说,不过,你的伤患之处的骨头,已经长在一起了,需要把接骨处重新砸断,重新接正位置。 你如果相信我,我就给你医治。 秦山静笑着说,我相信你,老叔,你尽管医治吧。 姓朱的让他平躺着,让他吃了麻沸散,过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,姓朱的老者拿起铁锤,将腿骨的幻处敲裂开,将药丸化成水,然后用手不断地推案。 过了大约两个多时辰,姓朱的老者大汗淋漓,秦山静感觉到患处火烧一般,姓朱的老者涂上一层药膏,放上几根柳枝,用麻布包扎妥当。 就这样,间隔五六天,姓朱的老者就会换一次药。 一直过了大半年,秦山静终于能够下地行走了,又过了小半年,他恢复了往日的矫健,快步如飞,蹦跳腾,挪丝毫不受影响。 姓朱的老者告辞要走,秦山静劝他留下来,为他养老送终。 他拒绝了,表示不抓住凶手,他内心不安,不愿想轻浮,最终还是告辞走了。 这以后,秦山静再也没有见过他。 秦山静又开始练武了,过了四五年,朝廷开了武科,他去参加考试,经过层层筛选,他考上了舞举,当上了八品签作。 三四年后,秦山静抓获了一伙盗贼,审问之时,其中有一个姓魏的人,集贯正是姓朱的老者那里的。 秦山静严加审讯,他供出了当初行凶逃逸的事实,死者正是老者的儿子。 这伙盗贼最终都被斩首示众。 秦山静多方打听姓朱的老者,想把这一喜讯告诉他,却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。 也不知是死是活。 宋真宗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户姓田的人家,儿子田仲奎娶妻胡适,隔年生了一个男孩,取名小竹。 小竹长得胖乎乎的,很是可爱,深得全家人的喜爱,尤其是妖姑,天天把他带在身边,就好像是自己所生的孩。 妖姑是父母的断肠儿,比二哥田仲奎小了五六岁。 父母一共生了四个孩子,就养活了两人。 等到小竹一周岁断奶后,就天天和妖姑睡在一起。 小竹十分依恋妖姑,一刻也离不开他,两人的关系,比亲母子还要亲。 一转眼,五年过去,妖姑出嫁了。 按照当地的风俗,女儿临出门时,要哭嫁,以表达对父母的依依不舍之情。 那一刻,妖姑哭得肝肠寸断,令闻者无不垂类。 他不是对父母有多么的不舍,而是对小竹很不舍。 小竹则抱着妖姑,哭闹着不肯松手,还是田仲奎强行将她拉开,迎亲的队伍才得以成行。 回门以后,妖姑忙于生计,很少回来探望。 因为路途较远,小竹也很少有机会去妖姑家里玩。 就算偶尔跟着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去一次,也是吃一顿饭就回来了。 这一天,小竹在门前玩耍,隔壁的羊奶奶过生日,煮了一碗汤圆,蹲在门前吃。 看见小竹,便换他敬钱,喂他吃了三个。 小竹吃了汤圆后,便回到家门前继续玩耍。 田仲奎一大早就下地里劳作,见日头渐渐毒辣,便扛着锄头回家,发现小竹躺在门前。 他大吃一惊,赶紧扔下锄头,将它抱起,发现它浑身冰凉,胸口已经停止跳动了,不由地大放悲声。 哭声惊动了小竹的母亲和爷爷奶奶,大家都围着小竹放声大哭起来。 村民们闻信赶来,赶紧劝解。 杨奶奶也抹着眼泪,哀伤地说,刚才还好好的,还为了几个汤圆给他吃,怎么说没,就没了呢? 不一会,一个年轻力壮的村民,把七十高龄的红郎中背来了。 红郎中颤颤巍巍地检查了一遍,叹口气说,爱,已经走了。 因为是小孩子,不便办丧事,几个男人找来几块木板,叮叮当当地敲打一阵,做了一个小盒子一样的棺材,把小竹装链进去,抬到后山上,挖了一个坑埋了。 村里流传着一个老说法,小孩子夭折,父母亲人不能送葬,否则,尸体就会被野狼刨出来啃食掉。 其实,现在想来,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已。 人生最大的痛苦,莫过于丧子之痛,为了不让父母亲眼目睹孩子被黄土掩埋,悲伤过度,也为了不让父母时常跑到孩子的坟墓上哀哭,故此流传下这么一个善意的说法。 这时,妖姑突然大汗淋漓地闯了进来,贺问道,小竹呢? 小竹的母亲闻言,不禁又悲哭起来。 田仲奎抽气着说,已经送上山埋了。 妖姑焦急地问道,埋在哪里? 快,他还活着。 众人还以为他哀伤过度,脑子糊涂了,纷纷拿人死,不能复生劝解他。 他一把推开众人,哭喊道,再晚就来不及。 他拉着养奶奶的儿子,哀求他带他去挖坟。 养奶奶的儿子是掩埋小竹的几个男人之一,经不住妖姑的哀求,拿着锄头,带着他飞跑上山,田仲奎也拿着锄头,跟在后面。 不一会,坟墓被挖开,打开棺材,妖姑抱起小竹,倒提着抖动起来。 很快,小竹的嘴里滚落出一粒汤圆。 妖姑将小竹瓶放在地上,不断地抚摸着他的胸口。 不一会,小竹有了心跳。 田仲奎急忙抱起小竹,飞跑回家,把他放在床上,盖上被子,吩咐老婆赶紧煮一碗姜汤来。 姜汤端来后,妖姑喂了几勺到小竹的嘴里。 过了不久,小竹苏醒过来,全家人喜极而泣。 过了好久,家人平复了心情,开始询问妖姑,她是如何知道小竹死了的。 并没有通知任何亲戚啊,她又是如何知道小竹还活着。 妖姑讲了起来。 原来,今天上午,她本来在田间劳作,快到中午时分,她忽然精神恍惚起来,便回到家里,躺在床上小睡片刻。 刚合上眼,她就看见小竹走了进来,哭诉说,让妖姑赶快去救她。 原来,杨奶奶为小竹吃汤圆时,因为汤圆里包着红糖,里面很烫,最后一个汤圆,小竹便胡伦吞了下去。 杨奶奶为了节俭过日子,舍不得吃白花花的小麦白面,便在里面掺杂了许多碎米面。 碎米磨成的面粉比较粗糙,难以下咽,结果卡在喉咙管里,导致小竹窒息致死。 妖姑听完小竹的哭诉,忽然惊醒过来,赶紧往家里跑。 二十多里山路,硬是一刻不停息地跑了过来。 杨奶奶听说后,急忙过来,要下跪赔礼道歉。 田仲葵一把拉住她,说道,你也是一番好心,这是怪不得你。 此事传开后,大家嘖嘖称奇,各种说法都有,难以定论。 最亲的人之间,确实存在着某种玄妙的感应,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,并非危言耸听。 清朝乾隆年间,公郎中出诊回来,走在山路上,突然大吃一惊,不由地停住了脚步。 因为她听到树林里传来杂乱的响声,也看见了狼群的身影。 不一会,狼群将她包围了。 公郎中哀叹一声,看来今天要葬身狼口了。 想不到她就死扶伤半辈子,竟然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下场,恐怕尸骨无存了。 然而,狼群围而不公,都是远远地站着。 公郎中不解其意,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这时,响起一声狼嚎,狼群慢慢围拢来。 公郎中焦急万分,忽然发现前面没有野狼拦到,便往前走去。 到了前面的三岔路口,其他方向都有野狼挡在路上,只有一个方向没有挡着, 公郎中便向那条路走去。 过了不久,公郎中忽然醒悟过来,狼群再逼着她上山。 明白了这一点,公郎中踏实了,狼群并非想伤害她,而是有求于她, 只不过他们无法开口说话,才采取这种办法。 公郎中顺着狼群留下的方向向前走去,大约小半个时辰后,来到一处乱石丛里。 在乱石丛里,有一个天然的浅显的洞穴,握着一只体型较大的狼。 公郎中明白,这是狼王。 狼王的表情非常痛苦,显而易见,狼群如此大费周章地把公郎中逼上山,是让她来给狼王治病的。 公郎中慢慢地走上前查看,发现狼王的脸颊肿得变了形。 公郎中说道,狼王先生,既然让我来看病,就必须让我检查病情。 如有冒犯,你千万别发怒。 狼王似乎能听懂公郎中的话,脸上闪过一丝柔和的表情,瞬间又被痛苦的表情替代。 公郎中是一狼王张开口,狼王费了好大的劲,张开了一半,公郎中已经看清了,里面的牙龈溃乱了,应该和人类的槽牙上火松动了一样的症状。 这种病让病人很受折磨,吃不下睡不好,会让病人崩溃的。 他心里有了谱,说道,狼王先生,我要去寻找一些草药。 话刚说完,狼群自动闪开一条道,公郎中到山上寻找草药,狼群呈散兵线,远远地跟着。 公郎中采挖了一些拜火消炎的药,也采挖了一些麻醉神经的草药。 回来后,公郎中先涂抹麻醉的药汁,过了大约一刻钟。 公郎中拔下一根头发,说道,狼王先生,你要忍一忍,我要给你拔牙了。 他用木棍撬开狼王的嘴,把头发的一端打了一个结,套上狼王的槽牙,使劲一拉,槽牙掉落。 狼王疼得猛地站起来,狼群嚎叫着围上来。 狼王走了两步,又安静地蹲下来,狼群退了下去。 公郎中涂抹了消炎的药液,便坐在一边。 天色暗了下来,一匹狼叼来一只野兔,丢在公郎中的面前。 公郎中燃起篝火,开始烧烤野兔吃。 周围闪耀着蓝幽幽的光,狼群远远地守在四周。 公郎中不敢睡,到了天亮,他去查看,狼王的脸颊已经消肿了。 他又涂抹了一些药汁,便下山回去了。 过了大约半年时间,半夜里,公郎中听见院子里响起狼嚎声,打开门一看,院子里站着狼王。 狼王见他出来,转身走了,公郎中眼尖,发现一个东西在移动,掌灯过去一看,是一只小金龟。 儿子埋怨说,狼王也真是的,要报恩,就送一些金银珠宝来,送一只乌龟,有什么用? 公郎中笑着说,养着完,也很好,便用一个木盆,放进一些砂石,养了起来。 到了七八月份,小金龟忽然产下一枚蛋,但是蛋是硬的,发出一股刺鼻的骚味。 公郎中大喜,他在一本古医书上看到过,这种金龟蛋是上等药材,能治各种怪病。 能产下这种蛋的金龟,年纪都在百岁以上,几十年才产下一枚。 公郎中视为珍宝。 过了一年多,公郎中的儿子忽然卷入一场官司里,县令以莫须有的罪名,要治他的重罪。 公郎中打听到县令心爱的小妾,得了负账的毛病,久治不遇,便毛遂自荐,上门治病。 他用金龟蛋制好了小妾的病。 献太爷大喜,便放了公郎中的儿子。 公郎中的儿子说,难道狼王知道我会有呢? 故此送来一个金龟。 公郎中说,狼王当然不会算,不过,当初还有人看不起狼王送的金龟呢。 公郎中的儿子羞愧得低下头。 过了不久,金龟忽然不见了,大概是寻找新的龟宿去了。 唐朝贞观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年轻的后生,姓梁,因为腿脚灵便,走起路来急步如飞,因此被人们称为梁快腿。 梁快腿家贫如洗,因此年过二十了,依然没有定下亲事。 两三里之外,有一个大村庄,柳树环绕,村子里住着一户姓柳的大户人家。 膝下有一个闺女,长得如花似玉,正是二八妙龄。 山顶尼姑安里的老尼,收了她为义女,取名清静。 梁快腿经常在柳大户家里帮短工,与清静相熟,日久生情。 清静催促梁快腿上门提亲,她大着胆子,拿出所有积蓄,委托大嘴媒婆上门说和。 柳大户恼羞成怒,贺骂梁快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痴心妄想。 梁快腿闻言,羞残不已,便冷了这份心。 这一天,梁快腿去山上打柴,忽然听见哀鸣声,寻声望过去,只见痴人潭里,一只黄鼠狼身陷淤泥里,眼看就要沉没。 所谓的痴人潭,就是一个淤泥潭,宴堂一般大,里面没有水,全是淤泥,无论人还是动物,只要在上面行走,都会被淤泥吞没,因此,人们都会绕着走。 也不知道,这一只黄鼠狼,哪一根筋错了? 竟然走进了痴人潭里。 梁快腿见不如飞,举着一根树枝探进泥潭里,黄鼠狼赶紧张嘴咬住树枝不松口。 梁快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将黄鼠狼拖出了淤泥。 他闻见黄鼠狼嘴里喷出一股酒气,摇着头说,原来是一只不学好的小东西,竟然学人喝酒,真没出息。 转身走开了。 到了傍晚,忽然响起了敲门声,梁快腿打开院门,只见门外站着一人,穿着瘦皮裙,左手怀里抱着一坛酒,右手拎着一只烤熟的鸡,笑咪咪地说, 成蒙大旧,大恩大德莫尺不忘,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感谢你,我俩一起喝一杯吧。 梁快腿还没有反应过来,疑惑地说,你看起来面生,莫非找错了人? 那人笑着说,没有找错,就是你。 你将我从泥潭里就出来,难道转眼就忘了? 梁快腿这才明白过来,原来此人是黄鲜幻化的,当即接过酒坛抱着,把他让进屋里坐下。 梁家只有母子二人相依为命,梁快腿引那人见了母亲。 母亲很高兴,赶紧去厨房里弄下酒菜。 梁快腿询问道,敢问如何称呼你? 那人大笑着说,我没有姓名,我兄弟姐妹多,在家排行第二十九,你就称呼我为黄二九吧。 不一会儿,酒菜上桌,两人开始喝酒。 黄二九善饮,一坛酒被他喝了三分之二,意犹未尽。 梁快腿大笑着说,你因为喝多了,才掉进了泥潭里吧。 黄二九尴尬地笑了笑,点头承认,确实是因为醉意上冲,稀里糊涂地走进了泥潭里。 梁快腿不由地扶掌大笑起来。 两人很是谈得来,似乎有说不完的话,一转眼,就聊到了三更左右。 黄二九问道,恩兄,你有什么烦心事吗? 不妨说出来,看我能不能报答你。 梁快腿长叹一口气,就把他和清静之间的事情讲了。 黄二九笑着说,无妨,这是包在我身上,保证你报得美人归。 说完,告辞而去。 第二天下午,梁快腿听到消息,清静忽然变得疯疯癫癫的,家里人毫不焦急,请来医者诊治,却不见好。 梁快腿猜想,莫非此事与黄二九有关。 过了两天,半夜里,黄二九来了,傅儿说道,恩兄,清静姑娘已经被我迷惑心智,吃药无效。 你明天去给她治病,条件就是要娶她为妻。 柳大护如果同意了,我就溜至大吉,清静姑娘的病,也就好了。 梁快腿大喜,第二天上午,来到柳家,说能给清静治病。 正所谓病急乱投医,柳大护赶紧将梁快腿迎进客厅里坐下。 梁快腿提了要求,柳大护低着头不作声,说实话,清静是她的掌上明珠, 她怎么舍得把女儿嫁给穷汉,为妻呢? 这时,守门人进来禀告,老妮来访,柳大护赶紧站起来,出门迎接。 老妮笑着说,我今天心血来潮,掐指一算,我的一女身体有样,便急匆匆地赶来了。 柳大护把老妮带进清静的闺房里。 梁快腿见大事不妙,本来想留,又担心黄二九的安危, 因此在院子里逗留不走,静观其变。 老妮早已明白原委,当即伸手往床帐上一指, 贺声现行,只见床帐上出现了一只黄鼠狼。 老妮掏出一个陶瓷小瓶,打开盖子,贺声进, 黄鼠狼变成一阵青烟,飘进了小瓶里。 老妮走出闺房,梁快腿扑通,一声跪在她面前,哀求她放过黄二九。 老妮对柳大护说,这其中有曲折,待我审问这小子。 他带着梁快腿,来到偏厅里,询问起来。 梁快腿竹捅斗豆子,把前因后果合盘托出。 老妮把黄二九放出来,斥责说,你虽然好心,却不择手段,实在可耻。 黄二九赶紧跪下谢罪。 老妮沉吟片刻,对梁快腿说,我的义女确实是你命中之妻,这是我来办吧。 做没这种事,应该光明正大,我比她更合适。 后来,在老妮的撮合下,柳大护同意了这门亲事。 年底的时候,两人完了婚,柳大护陪嫁过来十几亩粮田,以及五百两银子。 梁快腿吃苦耐劳,勤劳肯干,不到五年,也成了富户。 至于黄二九,时常到他家里蹭酒喝,两人做了一辈子的兄弟。 明朝万里年间,小山村里住着一位姓公的郎中,医术高明,门上高挂着妙手回春的匾额。 这个匾额,是县太爷送的。 早些年,县太爷得了肚子疼的疾病,便请县城里的名医,都没有治好。 无奈之下,县太爷只得到处张榜悬赏。 公郎中去赶集,在街头的大槐树上,看见榜文,来到县衙里,给县太爷治病。 他望闻问切一番,开了药方。 县太爷服下药后,顿时上吐下泻,吐出几块腥臭的东西,病就好了。 因此,县太爷送了这块匾额,帮他扬名立万。 自此后,好多人远途而来,找他治病。 这一天晚上,正是掌灯时分。 公郎中刚吃霸晚饭,正在喝消食茶,忽然响起了敲门声。 公郎中打开院门,只见门外站着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,说是找他治病。 公郎中把老太太让进屋里,才发现,老太太的左眼半睁着,眼眶已经溃烂。 原来,老太太害眼病,时间太久,视力急剧下降,眼睛未光睁不开,最近眼眶也开始溃烂,不住地流臭水。 老太太坐下后,公郎中开始闭着眼睛给他把脉。 等到他睁开眼睛,无意间看到老太太的身后,露出一条尾巴。 他不由地大吃一惊,惊恐地站起来,颤声问道,你是狐仙? 见公郎中一脸惊恐,老太太恐怕吓着他,柔声说道,我不是狐仙,是狼,被同类称呼为外婆,你就叫我狼外婆好了。 你别怕,我是来求你治病的,不会害你的。 公郎中停赴心情,坐下来继续给狼外婆治病,然后开了药方,抓了一副药,让狼外婆回去肩服。 药吃完后,再来诊治。 狼外婆抱歉地讲,因为有病在身,来得匆忙,这次没有带诊姿,下次补上。 公郎中连说不要诊姿,狼外婆感谢而去。 过了三天的晚上,狼外婆带来一头张子,说是当作诊姿。 公郎中把了脉,抓好药,和他闲聊了几句。 狼外婆唉声叹气地讲,他已经一百多岁了,还要抚养一窝小外孙。 妖女儿夫妻俩出去觅食,不慎被猎人打死,留下六个儿女,他只得担当起抚养重任,生存压力比较大。 公郎中心中不由地感叹起来,原以为只有人类的生存压力大,想不到作为山林之中的王者,也哀叹生活之艰难。 吃了两副药后,狼外婆的眼病有所好转。 自此后,每间隔三四天,狼外婆就要来一次。 一个月后,她的眼病痊愈了。 最后一次抓完药,临走时,狼外婆说,感谢先生治好了我的病,以后如果有什么需要,只要站在山岗上,大喊三声狼外婆,我就会赶来。 公郎中连说记住了,把狼外婆恭送出门。 只见狼外婆变成一匹大灰狼,向山里跑去,很快就消失在夜幕里。 过了几年,公郎中的儿子结了婚。 第二年,儿媳妇生了一个男孩,取名山渣。 小山茶聪明乖巧,很是依恋爷爷。 闲暇之时,公郎中喜欢抱着孙子逗弄,享受着天伦之乐。 山渣长到五岁时,到了元宵节,她吵嚷着要到小镇上关灯。 小镇不远,也就两三里路程,一家人锁上屋门,带着山渣去关灯。 小镇上人山人海,山渣在人群中钻来钻去,不一会,就不见了。 一家人焦急地呼喊着,一直到人群散去,街上空无一人了,也不见山渣的踪影。 一家人仿佛天塌下来了,无比悲伤,儿媳妇几次哭晕过去。 亲朋好友得到消息,自发地四处打听寻找,却没有消息。 公郎中猛然想起狼外婆,她来到山岗上,大喊了三声。 不一会,一体大灰狼飞快地跑来。 公郎中哭着讲了孙子走失之势,大灰狼说道,你放心,我来帮你找。 过了三天,半夜里,想起了山渣的叫门声。 一家人惊喜地跑出门,只见山渣站在门外,身边站着一位老太太,正是狼外婆。 原来,狼外婆发动狼群,分头到乡下寻找。 今天晚上,有一匹狼前进一座村庄,听见小孩的哭闹声,趴在窗户上一看,正是山渣。 这户人家没有孩子,元宵节的晚上,看见走失的山渣,将他抱回了家。 无奈他们哄不住山渣,山渣天天哭喊着要妈妈。 今天晚上,山渣不愿睡觉,正在哭闹的时候,恰好被野狼听见。 野狼回到山上,对狼外婆讲了。 狼外婆率领几匹野狼,撞开窗户,把山渣救了出来。 公郎中对着狼外婆打工作衣,一叠声地说着谢谢。 狼外婆笑着说,生活不易,谁家都会遇到难处,大家相互帮衬着过日子吧。 说完,他变成一匹大灰狼,飞快地消失在夜色里。 是啊,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,人生在世,谁也离不开帮助,故此,请不要吝啬善心和援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